各位弟兄姊妹 祖安 我是陆伦传牧师 今天落响成的经文 是记住在罗马书13章1-7节 虽然大家对这段经文 都有相当的认识 但是当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当时 我们首先就要认定 罗马书13章1-2节的教导 是正确的 因为圣经所说的就是说 地上的权柄完全出于神 也是神所命立的权柄 所以抗拒地上的权柄的 就会是抗拒神的作为 必定会自取刑罚 但我们都相信 我们不适合单凭这两节的经文 去强烈要求别人 在无条件之下 来信服在地上的权柄者 当我们在细看罗马书13章1-7节当时 或者是其他的经文 我们需要去明白 了解这个经文当中的结构的推理是怎么说的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认定和明解经文当中的重点 我们可以尝试从一个方法 是用一个因为和所以 这个这样的致辞去了解 经文所提出的实践的智慧是什么 有了这些基本的明解 就很容易被我们辨识得到 经文上讲的重点是什么 教导我们如何实践一些智慧的原则是怎样 所以我们用因为和所以 这两个角度去看这段经文当时 我们可以看出有九个这样的论调 是讲到因为和所以 我看第一个 因为地上的权柄是源出于神的 所以人人都要顺服在地上的权柄 第二点 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立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作为 是必定会自取刑罚 第三点 因为神在地上设立人的权柄 目的是要人成为神作管治的官 也都是作神的用人 所以其中是要人代表神 给予别人益处 第四点 因为人若是行善的话 就不会有惧怕 所以相反地就会得到奖赏 或者是称赞 第五点 因为在人当中是会有恶恨的 所以这些恶恨的人 就必定会得到应当的 惩罚和应该他们都会惧怕 第六点 因为神的用人是带有配剑 所以他会用这个配剑的能力 为善人 为伸冤 也都是为到惩罚一些恶者 第七点 因为人是凭自己的良知作善事 而不是怕刑罚而作的 所以我们必须信服 第八点 因为神的用人 就是神的差役 所以他们是要坚持 带有这个管治的责任 第九点 因为人所当得的无论是什么 都应该给予他们 如果我们看这个九个 因为和所有的句子 我们慢慢会看到 上帝设立给予权柄的 是会要这些人 作神的工作 作神的用人和差役 当然人需要信服 但是不是盲目去跟从 也都不是怕刑罚去回应 而是用自己拥有的良知来回应 更加圣经里提醒我们的 我们是需要实践 所当级的 就应当级这个原则的实践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时候 我们明白到就是说 我们在地上 顺服这个有权柄的掌权者 不是盲目的 我们一同去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似 圣灵的智慧 给予属你的子民 好使你们在地上 懂得怎样是贫良之 来行善 顺服地上 神所按纳的权柄 好使我们能够得到 称赞和荣耀神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命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